颜色革命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吗? 解放战争时期的土改才是永远的事 颜色革命是指以颜色命名 以所谓的和平非暴力方式进行的政权更迭运动 会给相关国家乃至国际地缘战略格局带来一系列的影响 虽然颜色革命带有革命二字 但其真的能成为一场真正的革命吗? 也许有人认为只要推翻了什么就能叫做革命 但我认为不是的 因为没有思想的作为革命 和军阀将的混战没有本质区别 只不过是野心家的游戏而已 所以我想请颜色革命的支持者 先好好看看解放战争时期的土改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 届时您就应该知道 为何颜色革命带来的大概率是一地鸡毛 很多人认为 土改不就是把地主多年来 巧举好多的土地分给农民吗? 由着解放军支持 地主们又不敢反抗 这多简单 但这种思维大错特错 土地改革不仅仅是一场物质分配上的改革 更是一场思想上的解放 我们要让农民兄弟们明白 为什么要土改 为什么地主要把土地还给农民 为什么要革命 这一点在最近的电视剧《大决战》里 就有着重点表现 为什么对于土改的思想建设这么重要 因为农民如果不清楚自己到底为何而战 就没有办法让他们明白 现在的革命和之前的军阀混战有什么区别 自从清朝被推翻后 华夏大帝就很快陷入了军阀割据的时代 农民看到的就是每天都在打仗 今天凤系打直系 明天直系又打了晚系 云南滇系 广西贵系 广东乐系也是乱作一团 但无论怎么打 农民们都是遭受最大磨难的一批人 他们选择种田 那就是流汗 流血与流泪 选择参军也只不过是当个廉价的炮灰 账是赢是输都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 输了自然是什么都没有 能保住性命就不错 但即使仗打赢了 农民依然得不到任何利益 所有拥来的土地 粮食 钱财都是军阀的 最多只是能混上一顿饱饭而已 所以军阀的军队往往军纪极差 老实一点的人时刻想着如何当个逃兵 而心术不正的则会成为一个无恶不作的兵品 这就是因为军阀们只不过把士兵当作自己抢地盘的工具 根本不在乎士兵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每天想的又是什么 但土改则不一样了 我们是要消灭地主这个封建阶级 消灭封建剥削制度 人民军队要做广大人民最坚实的后盾 可如果农民们不知道自己搞土改是为了什么 那他们只会认为 这不过就是另外一场军阀争权夺利的游戏而已 也不会发自内心的支持革命 为什么此前国民党反动派和众多军阀的部队 战斗力都那么拉胯 而参加解放军的起义部队 却在几年后就能将美国大兵打得丢盔技巧 这就是因为战士们知道自己为何而战 知道自己保卫的是什么 所以只有在思想上明白了革命的必要性和正义性 才能有着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坚定意志 正因为如此 在土改过程中 土改的同志会告诉农民很多道理 而不是简单粗暴地纷纷堵地 比如他们会告诉农民 现在的贫穷生活是如何造成的 为什么地主可以巧取豪夺剥削农民 而农民却没有反抗的能力 为什么农民才是真正的主人 而地主是无耻的剥削者 但经济相关的理论知识 农民根本听不懂也不想听 于是很多土改的同志 就用最简单的算剥削账方法来为农民解释 经过现场计算 一个长工住一年地产生的劳动所得 自己只能拿到四分之一 四分之三都被地主剥削去了 即使把地主的土地款利息算上 也还是有三分之二的劳动所得被地主剥削走 农民兄弟一看这笔账 就明白自己才是生产力的代表 是自己的劳动养肥的地主 而很多地主竟然还天天欺负自己 自己竟然还认为这很正常 简直太可笑了 这就向农民解释了 为什么要革命和革命的正义性 这种对剥削关系的深刻认识 一下就改变了农民们的思想 清楚了自己的革命正义性和光明的未来 和反农派斗争起来 当然就有了强大的底气 农民们只要想想 未来自己的劳动果实 完全都是由自己支配 土地上涨出的粮食都是自家的 家中的老人吃喝不愁 身体健爽 小孩吃得又高又壮 他们的脸上就会不自觉的 露出发自内心的喜悦效率 而这种发自内心的喜悦 是建立在可预见的未来之上的 但农民们光明白这个道理 又有什么用呢 地主买办势力 有着强大的反动军警 和配套剥削制度 根本不可能主动 把侨举豪多来的土地还给农民 所以农民们必须靠一场战争 来推翻地主买办阶级 这就是革命战争的必要性 但农民们不仅力量上分散缺乏组织 更是在武器装备上 和反动势力有着天差地别 根本不可能凭借自己朴素的力量翻身 而此时 农民们面前就站着一支 能够代表劳动者的武装队伍 解放军 只要加入和拥护解放军 农民就要翻身做主人的能力 才能保卫自己的革命果实 有着充分的革命理由 了解革命的正义性 知道自己拥护和参加的是什么样的队伍 知道自己未来的革命果实是什么 这才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 而和当时的农民相比 很多现在所谓的颜色革命 根本没有什么革命纲领 只不过是一群发泄对现实不满的乌合之众 纯粹是为了推翻而推翻 这些国家有的经济发展缓慢 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 有的国内民主生活不充分 官员贪污苦害严重 内部矛盾比较尖锐 有的执政者与民众沟通不足 这才给反对派和外部势力提供的可乘之机 但这些走上街头的民众 不知道自己的革命正义性来源于什么 也不知道自己革命的目的是什么 甚至连未来自己争取到的革命果实 到底是什么都不知道 这种思想上的缺失 也就注定了他们除了把社会搞乱味 几乎对自己没有任何积极作用 他们只不过是野心家上位的养料而已 对于那些曾激愤上街 憧憬民主的民众来说 当所谓的革命激情退去之后 留给他们的非但不是更好的生活 反而是更多难以吞咽的苦果 革命之后的他们 甚至比之前的生活还要差 可见所谓的颜色革命 根本不能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 因为它不仅不是解决国内问题的良药 反而是加重社会问题的毒药 而此时西方所宣称的所谓人权 早已没了踪影 如果发展中国家 不小心掉入颜色革命的陷阱 整个社会将会为此付出巨大代价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